看看新闻网 9月6日就将步入礼堂 日前两人的婚纱照在网络曝光 女方林千玉据说已经向所在剧组请了婚嫁 这好事将近 恭喜两位啦 早在1992年 姜恩俊跟林千玉将因合作连续剧《军官与淑女》结为好友 不过此后两人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1994年 姜恩俊与前妻芬迪结婚 很快家中就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在外界看来十分幸福 2004年 姜恩俊在上海接受我们节目专访 芬迪还在演播室外一路陪伴 而姜恩俊在采访期间 没飞四五地谈起两个宝贝女儿的画面 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在他们还没上学之前呢 我都会把他们带过来 比如说我在那边拍三个月 他们就来待一个月 拍四个月就待两个月 都跟我生活在一起 也看你拍戏 他们喜欢看你拍戏吗 喜欢啊 还会帮我宣传的 怎么宣传 但是短短一年之后 焦恩俊和前妻芬迪结束了他们11年的婚姻 据报道离婚后的焦恩俊 分别了前妻巨额财产 前提就是能让她拥有两个女儿的抚养权 但因自己长期外出工作 焦恩俊只好将一双女儿交给哥哥焦恩红抚养 但由于哥哥在管教两个女孩时 采用了体罚的方式 被芬迪得知 并收回了一双女儿的监护权 此后焦恩俊与女儿见面的次数就少之又少 而从2007年起 更是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私女亲切的焦恩俊 只能在网上发起了寻女启事 并向女儿疑速中长 电话永远是转接语音信箱 关机状态 爸爸在外地工作日日夜夜地思念你们 你们能感受到吗 当时焦恩俊的经纪人也向媒体透露 由于私女心切 焦恩俊的状况令人担忧 他经常独自流泪发呆 直到四年后的2011年 焦恩俊终于迎来了长久以来期盼的幸福 与女儿得意团聚 原本以为幸福离我远去 四年了 四年的追寻 四年的盼望 四年的等待 我不敢奢望未来 我只能珍惜此刻 也就是在离婚后 焦恩俊开始与林千玉交往 虽然中间也曾传出过 焦恩俊其他的一些绯闻 不过如今终于能开花结果 幸福应该还不算来得太晚